在德国、撒根山州、巴伐利亚州和梅克伦、宝西波尔、美拉尼亚州,任何年龄段的成年人现在都被允许接种AZ疫苗。 唯一的条件是希望接种疫苗的人在注射前要向疫苗接种医师寻求详细的建议。 德国联邦卫生部对三个联邦州的开放宣布的反应很谨慎, 因为疫苗接种长社委员会只建议60岁以上的人使用AZ疫苗。 这是因为年轻的疫苗接种者出现非常罕见的脑静脉血霜的情况。